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声称 他们受过声波攻击 导致瞬间晕眩头痛 造成了脑部长期受损 那么现在连美国本土白宫附近 也传出了类似的状况 有官员说在遛狗时突然耳鸣头痛 而且爱犬动弹不得 联邦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有人怀疑幕后黑手是俄罗斯或是大陆 美国驻外人员遭到不知名的神秘声波攻击 过去时有所闻 现在竟然连权力中心白宫附近 也出现了类似攻击 其中一起在去年11月 白宫南侧草坪上 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突然感到不适 另一起在2019年 一名白宫女官员在华盛顿特区近郊 阿灵顿市遛狗时 一名男子经过他身边 他的狗瞬间动弹不得 他也出现耳鸣头痛 这类事件因为最早发生在2016年 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被称职为哈瓦那症候群 症状包括耳鸣云炫 恶心剧烈头痛失忆等 可能持续多年 目前受害的有数十人 大多派驻古巴与大陆 前中情局CIA官员 在2017年造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也声称受到攻击 他过去曾在中东解阿饭工作 这起事件后他被诊断出脑部受伤 不得不从中情局退休 而且长期深受其害 2019年两名中情局官员到澳洲和台湾时 也都在饭店内遭遇类似的状况 有美国官员指控母后黑手 可能是俄罗斯或大陆 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目前联邦机构正在着手调查 美国本土至少两起事件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